周大夫到了吗? 蓝湛抱着魏英急匆匆地走进蓝玉轩。 到了,周大夫刚进屋,就见晋王抱着一位受伤的少年推门而入,晋王的手也受伤了。 王爷,您的手,周大夫立马上前查看。 别管我,先看他。 蓝湛把魏英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,蓝湛的手刚要脱开,魏英微微地睁开了眼。 蓝湛,阿英。 蓝湛见魏英醒了,心稍稍松了一些。 蓝湛,我们回来了。 对,蓝湛,是蓝玉轩啊,魏英的眼神有些迷糊。 蓝湛,我好累,魏英沉重地眨着眼,渐渐地又合上了眼,整个人陷入无意识中。 周大夫立即替魏英诊了脉,周大夫眉头皱了皱, 眼前的少年身体似被掏空一般,正是最好的年华,五脏怎会损伤得如此厉害。 这位公子心脉很弱,五脏俱损,恐怕,恐怕什么? 蓝湛的心崩得紧紧的,本王不管你用什么方法,他不能有事。 微沉,微沉尽力。 周大夫知道此时多言无用,现阶段只能用一些珍贵的药材掀掉着少年一丝微弱的心脉。 医者父母心,他也不想一个大好少年在他面前消逝。 后半夜,魏英一直昏睡着,再也没有醒过。 蓝湛握着魏英的手,魏英的手那么冰凉,怎么五都五不热。 艾英。 蓝湛看着呼吸也越来越微弱的魏英,无力地把头靠在魏英的手上。 周大夫是京城最好的大夫,如果他都没有办法的话,王爷。 乘风走了进来,将一封信递给蓝湛。 是萧云送来的,还有一个小盒子。 蓝湛展开信,一瞬间捏紧了信,看完后蓝湛打开小盒子,是一颗药丸。 周大夫,你老实告诉我,魏英他的情况,是不是很不好。 蓝湛把周大夫叫到跟前。 王爷,魏公子的五脏损伤得太厉害,心脉也越来越弱,恐怕,知道了。 蓝湛坐在床前,看着呼吸微弱的魏英。 天快亮了,灰蒙蒙的光龙照在蓝湛身上,蓝湛的背有些弯,不像以往那么挺拔,显得有些沧桑。 蓝湛转过身,拿出小盒子内的药丸,给魏英服下。 赏五明媚的阳光洒向屋内,魏英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,魏英的手指动了动。 蓝湛,魏英睁开了眼。 爱英,你醒了? 蓝湛欣喜地抓住魏英的手,周大夫搭上魏英的脉,脉向平稳强健了许多。 蓝湛,我睡了很久吗? 魏英坐了起来,现在是什么时辰了? 爱英,你醒了就好。 蓝湛抚着魏英的脸,昨天一夜心有余悸。 蓝湛,别皱着眉了。 魏英冲蓝湛浅浅地笑着,像个小老头子,不好看了。 饿吗? 蓝湛看着魏英的笑容,眼眶有些红,想吃什么。 蓝湛端来一碗小米粥,一勺一勺地轻轻吹着喂给魏英,魏英也不拒绝, 半躺着乖乖张嘴喝粥。 好了,不能喝太多。 蓝湛宠溺地替魏英擦拭嘴角,再躺下睡会儿。 蓝湛,我不睡,魏英像个孩子似的撒着娇,我要多看你一会儿,蓝湛。 爱英,你现在身体还很虚,蓝湛替魏英拉好被子,乖,再睡会儿。 嗯,魏英恋恋不舍地又看了蓝湛几眼,才闭上眼睛。 蓝湛静静地守着,周大夫又过来枕了一次脉,脉相很平稳。 嗨嗨,魏英在睡梦中轻咳了几声,蓝湛轻轻拍着魏英。 魏英促着眉,感觉喉咙很不舒服,一下子醒了。 哀英,我去倒水。 蓝湛扶着魏英坐起来。 魏英感到一阵心悸,一股腥味从喉咙口涌出,温热的液体从魏英嘴角溢出,是血。 黑色的血划过魏英的下巴,滴落在白色的泻衣上。 哀英,蓝湛抱住魏英,魏英软软地倒在蓝湛怀里。 王爷,萧云的侍女来了。 乘风推门而进,见到蓝湛怀中倒着嘴角有血迹的魏英,也猛地一惊,魏公子。 王爷,萧云的侍女走进屋内,向蓝湛行义标准的府里,王爷,要笑到了。 萧云的侍女拿出一个小盒,仍适和昨天一样的药丸。 王爷,此要须连福半月,方能根治。 若王爷答应大小姐信上所写之事,魏公子的药是不会断的。 蓝湛攒紧了拳。 王爷只需按时出席明日陛下的仲阳宴即可。 大小姐说,到了崇阳宴上,王爷自然知道要做什么。 萧云的侍女放下药丸,不等蓝湛回复,便行一礼自行离去。 蓝湛拿起药丸,想着萧云信上所说之事。 怀中的人突然抓紧了她的手,熟悉的痛感向魏英袭来,魏英满头大汗生生地又疼醒了。 爱英。 蓝湛见魏英疼得冷汗直流,咬着牙,蜷缩在自己怀里。 魏英疼得说不出话来,事事心丹。 在地牢,萧云每日都会强卫她,发作起来便是这般的痛楚。 蓝湛,过一阵子就好了。 魏英打起精神,努力让自己没那么狼狈,记得在地牢试心丹每次大约发作半个时辰,便会消散。 然而,这次的疼痛似乎特别剧烈,五脏六腑都搅得疼,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特别难受。 魏英忍不住将那股东西都吐了出来。 爱英。 一大口黑血从魏英嘴里吐了出来,魏英咳着,还有黑血一丝丝的从魏英嘴里流出。 魏英无力地倒了下来,蓝湛搂着魏英,似一片轻飘飘的树叶。 众阳宴,萧云在宴上舞了一曲,深得圣上欢欣。 这丫头才一双绝,不错。 皇帝很是满意,不知将来配谁好啊。 陛下,臣妾看见王就很不错。 嗯,皇帝点点头,有道理,他也老大不小了,该成家了。 皇帝将蓝湛宣了上来,这儿,你也不小了,是时候立个王妃了。 皇帝满意地看着萧云,今天就替你和萧将军的千金赐个婚。 儿臣,蓝湛站那儿簇着眉,没有说话也没跪下谢恩。 怎么?皇帝有些不悦,你这清冷的性子,也该改改。 萧云在一旁看着蓝湛,微笑着嘴唇无声地动了动,要。 儿臣,蓝湛忍住心中汹涌的恨意,跪了下来,谢父皇赐婚。 今天监察了皇历,除了半个月后有一个皇到吉日,其余的都不太合适,赶早不赶晚。 皇帝一到圣旨,将婚期定在了半个月之后。 王爷放心,要我会按时每日送到府上的。 萧云同蓝湛一起走下台阶,玩儿一笑,请王爷专心准备婚礼。